那我先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不 应该是 对不起 本来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现在把你连累了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愿意为你这么做 陈祥 我有话要跟你说 等一下 赵哥 不好意思啊 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 我没站在你这边 是我应该抱歉才对 你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 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想要什么 别别别 你快别这么说 陈祥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当委对你说 你说 我喜欢你 挺久了 其实我知道 你早就看出来了 而且 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我 我能说出来 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 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意思啊 要不然也太不难让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她表达了吗 短时间内我恐怕 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 不过我希望 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祝贺的拥抱 不会这么吝啬吧 那我先找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在哪儿 我哥们儿 怎么了 妈 走吧 没有话要跟你说 陈香 走 走 给我和清党 你干什么呀 你干吗要逼我呢 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 让你很满意 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 还能待得下去吗 就算公司开除我 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 没有意义的坚持 陈香能不能体面一些 阿姨 阿姨 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确定 闭嘴 我再跟我那女儿说话 方律师 就算陆航开除我 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 一家不守我 我找第二家 第三家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你 妈 患者的血压已降下来了 经过检查呢 没发现脑血管并发症 但是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医生 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患者刚用药要多休息 你们千万注意 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谢谢医生 别提醒你 你会不会放开 你会一直在咱们 你会担心吗 我们现在连召至少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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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发布会 你要不就别去了 我要参加 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 然后 我想请几天假 我会安排好 通知你夫妻 她在来的路上 怎么了 小小啊 其实 有一件事 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 我思前想后啊 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一直不理解 她不让你当飞行员吗 其实她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 她是很怕失去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 不准我说 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阴谋 刚开始 她还能定期地去看心理医生 定时服药 后来就不肯了 后来就不肯了 原来我还以为啊 也许时间 能抚平一切传伤 我没想到 你高考志愿天的 却是飞行员 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 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明明想为你好 可结果呢 却做出了很多 让你难过的事情 尤其那次从露宙回来 那好几天都没有出门 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 她真的很在乎你 爸 你记不记得 我小时候有一次 肠胃炎饭了 我一个人在家 我给我妈打电话 她说 你自己找点药吃吧 当时我就想 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 知道自己孩子 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 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 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 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小命都捆没了呢 你错怪你妈妈了 那件事我记得 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 因为当时 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庭室 你还没醒过来就被叫走了 晓晓 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只是 你妈妈现在病了 有什么事啊 好好跟她说 好不好